来自台中的石岗国中 以及古创艺术杨太古 以磅礴的古镇来到黎明教养院进行演出 不只为院生带来精彩的古镇表演 并且也从台中募得三万元的爱心款项 要来捐赠给黎明教养院 阳明国内外的太古团队 有诗与哲艺术总监所带领的古创艺术 将在暑假期间7月24号到25号 来到花莲各位乡亲们见面 古创艺术的宗旨就是透过日本太古 用音乐与艺术让世界更美好 他们是来自很远的台中 台中的石岗国中的一群太古 热爱太古的学生们 他们经过古创艺术这样的一个指导 他们把他们所学的太古的经验 要来跟我们的院生做交流跟分享哦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不单把他们所学 用表演的方式跟我们的院生做交流 最重要的是 他们把他们的热情也换成爱心的善款 用善款以实际的行动 支持我们黎明教养院 重点是他们不单有善款的捐赠之外 也期待社会大众关心黎明的朋友 近期非常热门的振兴券 也期待如果你没有特别的消费想法的时候 也考量到我们黎明教养的需要 我们黎明教养院也可以收振兴券为捐款哦 他们本着与人分享音乐的感动 以及关心弱势族群 善尽社会责任 达到太古与人和好 与社会共好 那这次为什么会再来 实际上我自己本身就是在花莲 就读过两个国小 民意国小跟中正国小 一直有一个感动 希望能够透过太古 透过古创艺术的宗旨 用音乐与艺术让世界更美好 也能够与花莲的好山好水 还有我们的好朋友们 一起来做这样一个生命的鼓舞的一个故事 所以我们很开心这次有两个团队 一个是古创艺术所指导的 石岗国中的太古队 还有洋太古 那他们都是一群青少年 对于这样子的公益演出 也非常的有负担 所以今天呢 我们一起来这边共振呢 希望能够帮助 也帮助自己也鼓舞别人的生命 今年暑假 将到门诺会黎明机构 上腾中学 门诺会 美轮教会 太鲁阁国家公园 及基督教 主爱之家等单位 做公益演出 甚至的邀请大朋友 小朋友们都能来欣赏 这一场夏日音乐的饗宴 我们现在有能力的时候 就想说可以来花莲 有一个公益的表演 然后去回馈社会 所以这次就跟古创艺术的 杨太鼓一起来花莲表演 他们这一次带来震撼人心的 太鼓演出 神波乐曲等鼓曲来诠释 与花莲山水共振 同时也带着从台中募款而来的 三万元爱心捐助金 捐献给黎明教养院 充分表达出用音乐与艺术 让世界更美好的共鸣人心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